当地时间29号,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简报会上宣布,为了降低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风险,将全国范围内的社交隔离措施从4月12号延长至4月30号。 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、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当天表示,如果防范措施不成功,这场流行病最终可能会导致美国10万到20万人的死亡。 美国白宫应对疫情协调员伯克斯表示,根据模型预测,若无管控措施,会有160万至220万人死亡。 对此,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,如果美国能够将其控制在10到20万,就意味着我们做得很好。 特朗普表示,根据疫情模型估算,两周后美国的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率将达到峰值。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,他宣布将社交隔离措施延长至4月30号。 特朗普3月26号曾提议在4月12号复活节复工,但29号他改变了说法,表示希望在6月1号复工。 特朗普说,如有必要将再度接受新冠肺炎检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